为什么千亿市值的大企业都干起了员工持股 华为让12万员工5年持股 小米让2万员工1年持股 星马克让再值90天员工持股 你以为公司要的是人才 其实要的是所有员工在黄金年龄段 毫无保留的为公司拼命 所以任正非雷军要的全员持股 核心并不是持股 而是全员销售全员拼命 任何行业掌握这套全员营销玩法 皆可表现业绩收割机 比如薄刀眼镜 把自己打造成一家培养大人的网红机构 让专业艳光师做专业知识引流 让门店销售做重草视频 一年时间零预算从内部打造8000的打人 收获300万会员 再比如这家高端餐饮 先让所有门店店长 以餐厅名加地区启动短视频账号 一举打出40个账号 不同店长用不同风格介绍同一个业务 关键操作来了 一个店长打出爆管 其他店长火葬火房 一个账号等于一家门店 所以流量转化归属门店 而业绩归属店长 最终只用一个月 就让全员50人投入软视频 线上捷报不断 联组品牌最好搞按门店做局阵 店长做账号掌控人 启动全员营销 生产制造更好搞按销售员做局阵 一人出爆管 全员火葬火房 成大事者不纠结